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有关看电视看得多 原来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很多时候朋友都以为看得多就觉得眼睛不舒服 原来不只是这么简单 第一,你看得多你竟然会有肥胖症 它叫这些电视病 其中之一就是肥胖症 它的解释就是如果我们经常看电视 当然要坐在那里 我们就没有机会适当的运动了 活动量少了又经常坐 而且当你看电视的时候 所有的小食,糖果,水果,冰淇淋 就摆满在你的桌子前面 浪起你的二郎腿,一路吃水果,一路吃甜品 各式小食 你看完那个电视的时候,你已经在肚里面吃得饱饱 全部这些是叫Junk Food,这些垃圾食物 当然你会令到你越来越肥 加上你少了运动 在两个情形之下,所以它得了一种叫做电视肥胖症 第二最正常的就是你的眼睛有问题 因为你长期看电视的时候 你的眼睛是不会像你平时那样斩动那么多的 你变成是定神地看着电视屏幕面的时候 会令到你的眼睛会红肿 那个眼球的结膜会充血 眼睛很干,而且又会有近视 因为你定神地看着的时候,你的肌肉眼的肌肉都很累 而且你少了斩动,你自然那个泪水的分泌滋润 你的眼睛就会少了 所以你又会干眼,眼球充血各种的情况 第三就是你坐着看电视,你的头肌肉就当然不会轻来轻去 看到前面的画面,怕着走鸡 你变成了你的颈子就僵了 所以很多时候看完电视,颈子都僵了,背脊都僵了 不止啊,如果你坐在你的梳化是很软熟的 你整天躲了下去,弯了腰的时候 你还会令到脊椎有问题的 因为你长期维持这个姿势去享受你的电视节目 所以这些颈椎的问题啊,脊椎的问题都因此会出现 第四,竟然电视会引致有心脏的病的问题 因为电视节目当然很吸引你,你不吸引你就不会看的 很多朋友喜欢看打斗的,喜欢看恐怖片 那变成了你的心情自然,跟随电视节目来产生情绪波动 那就容易出现紧张了,头昏,心胃,血压高 比如说那些凶杀案那些,凶手就来了,你自然就替他紧张了 那这个情况很多时候会诱发,有心搞痛,心肌梗塞 这些急症事情发生的 第五点呢,就是因为你长期坐在这里 你不知道脖子、背痛 你还要脚因为长期不动 坐得久会引致你的下肢麻木 酸软和肿胀浮肿 这些情况,你看完电视起床的时候 你会觉得,为什么脖子这么重 因为你没有动动,变得有脚重 而且甚至会引致你的下肢是血栓 和你的肌肉会抽筋的,直接坐到抽筋了 另外一样,大家很多时候都不留意 电视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因为如果你是华人期间的头三个月 你如果经常看着电视,会觉得你很容易头晕 胸口伪闻,而且影响三个月之内的胎儿 是未曾稳定的,所以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严重可以导致胎儿畸形 所以奉劝各位朋友,当你享受电视之余 不忘时时起床动下,你就不会容易有颈梗 背脊痛,而且你选一些比较温柔的节目 不要这么激动,否则你会引致你的心脏有波动 同时,一到卖广告的时候,起床行动下 令你的血液可以多些循环 同时最重要就是,不要放太多消息在你的电视台旁边 一路看一路吃,引致你肥胖 各样的情况你能控制得到 你看看电视也是一件上心乐舌的 不过真的要小心,不要导致有刚才提及的那几种电视病出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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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